菜鸟侠院离职开三刀砍死组长 工厂排水沟大片血迹 但架上也满满鲜血 让人触目惊心 高雄人武这间工厂 今天早上发生凶杀案 被砍的52岁王姓组长 断手送医仍告不治 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 警方调查凶手是36岁中性男子 去年7月到这家工厂担任司机 因工作关系长跟死者口角 昨天两人又吵架 中南放话不干了 今天离职 早上8点多他迟开三刀在工厂外堵人 等王南入内就充裸谋砍 王南伸中多刀 拾手必被砍断 当场保护洗破 他犯案后随即开车落跑 王南也因失血过多善命 而中南中午时已在台南落网 警方将他带回高雄征讯 厘清杀人动机 地方中心高雄报导 星短 无人 ! 感谢观看